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后就很少同无心师弟见面了 了解不深 但是小的时候有一件事情令我印象深刻 这就是金刚浮魔神偷 无心师弟 只是何为神魔 此事应当由谁来评判呢 我 我不知道 师父他们说什么是魔 那我就除什么魔 金书上说 除魔是杀尽烦恼之魔 当除的不是外魔 而是心中之魔 若不是听你亲眼 我一定不会相信 这是一个五岁幼童所说的话 我自小出生在唐门 门归森严 十二岁前 在内防六门修炼心法读书 十六岁时 炼成了外防三十二门的所有安器手法 十七岁时来到雪月城 拜师尊为师 至今已有六年 这二十三年间 仿佛所有的事情都是既定好的 我只需要完成几个 这平心而动 我不太明白 有什么好琢磨的 师兄 你就慢慢想吧 本姑娘先去睡觉了 乌禅师父 不 明天就要到渔市了 若见到令师弟 你会怎么做 平心而动 堂兄慢想 在下先回去睡觉了 好 平心而动也好 随心随性随缘也罢 遇见之时 心中那刹那间的反应 便是你的心了 我觉得无心 并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徒 更何况在马车上 他也算是救过我们 你呀 就是想太多了 这么瞻前顾后的 哪有个少年朗的样子 想不通就先别想了 明日 我就要回三顾城去了 你路上 要小心哦 你路上 走 走 走